公共厕所本是最不起眼的建筑 广东江门祖宅村却把一间公厕 打造成世界级获奖作品 设计师没有使用任何华丽新鲜的装饰 反而就地取材 旧房轻拆下来的红砖和瓦块 用钢筋捆扎成组 堆砌成圆拱形外墙 屋顶做成观景平台 兼顾休闲娱乐和公共服务的功能 用旧物盖新房 保留了当地的历史记忆 让这栋小房子不仅独特 还和谐融入环境 关键是实用 如同墙上的标题所言 这不只是一个厕所 难怪会捧回世界景观建筑家